大家好,我是杨阳,这是我的先生杨小熊 大家好 我们现在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就是人们知道的硅谷 那么学校呢,从昨天开始礼拜五,3月12号就开始停课了 那么这是我们正式停课和所有的在硅谷这边的公司的员工都在家里上班开始的第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正式宣布整个美国进入一个紧急状态来应对这个咱们的新冠肺炎疫情 那么所有的工厂、学校、公司全部都停止运作,都在家里工作和生活了 那么下面呢,我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华人在湾区是怎么来对战疫情的,还有怎么样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的新闻 所以呢,基本上先电视和新闻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一些消息和新闻 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懒散,所以呢,我的冰箱呢,还是空空如也 那么只要你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就是储备了一些药物啊,一些紧急的水和一点 干粮的话,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所以你看我的冰箱还是一如往常的空空如也 但是我准备了一些简单的,有一些肉类啊,然后青菜啊,鸡蛋啊 然后呢,还有米面,牛奶,这些最基本的用,就跟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两样 大家来看看我家的这个储备的房间呢,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准备 那么那天只是去超市办的一个大米,因为大米的话呢,它比较好储存 所以也就是一个很小的一半米,然后呢,家里还有一些米面,然后直接准备一点水喝的 然后孩子们的意大利酱,然后一点点泥粉,然后猫粮 我希望我们最后不会靠吃这猫粮过日的 我老公呢,是美国人,我一直以为他们对这个病毒不是那么的谨慎 前两天呢,我打开门,发现邮递员们寄来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盒子 然后呢,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等我打开了后呢,我就用一个震撼来形容 那么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它最近新点的那种新older的一种 有点像宇航员或者是地震紧急的食物 那么这些东西呢,是真空的脱水了 然后呢,就把它呢,放在热水里面煮一下 它就是可以两个人来使用 这个呢,一箱又一箱,一箱呢,就可以让四个人吃一个月 那么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箱子 我现在不知道这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到这些东西 那我对老公说,如果这个可以储存25年的话 我很希望25年以后来尝尝它是什么味道 干净的水是非常重要 我们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游泳池 但是这个水,它击前以后不会干净 所以我们有一个机器可以弄那个水干净的 在我老公强烈的要求下呢,我为大家展示下它的过滤水系统 这是它在车库里装上的一个过滤水的系统 它有净水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些紫外线杀菌 这个设备的话,即便是我们的城市有什么问题 水质被污染啊,地震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水呢 还是可以通过它来过滤和被紫外线杀菌 我们有几个发动机,一个是可以手动的,可以放在车上的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是不可以动的 这个是可以动的,它可以一个家一个家庭 那个给所有的人那个电,它也可以使用 这是氧气,不是氧气,氧气,对吗? 氧气,氧气 这个氧气是那个飞行人的氧气,它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飞机里面,四个人可以呼吸 如果你飞很高的地方 这个东西如果有人有问题,呼吸的时候也可以用的 虽然现在美国的形势非常的严峻 但是我相信这边的华人和华侨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抗议准备 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的 最后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受到疫情困扰的国家和人民 都能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一起共渡难关 加油!